大家好,我是这次的讲师,在负责是讲国际大军赛会申办跟筹办的相关的一些实物经验的一个分项,那我的名字叫张胜杰,那目前负责就是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的一个筹办的一个公司。 那从2017世界大军运动会就担任了综合行政处的副组长,那做了10年的大概筹备工作在这个领域当中,那所以今天很高兴奥会有这个机会,让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实际的分享,那从实际的经验到我们这一次申办世界壮年运动会成功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来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筹办过程的一个了解。 那现在就进行我今天的课程。 世界大学运动会2017年所举办的其实是国内办理最大型的一个赛事,而且花了16年的时间来去做一个申办的一个动作。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其实在外界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赛事,也获得各界的一个好评。那其实它带动了很多的一些对台湾的一些运动发展一个成长,那包含了就是我们具备了国际大型赛事所举办的一个经验。 再也就是带动国内运动风气,提升进行动水准,还有发展产业发展,还有提升民众的自信。 其实回想当时的一个状况,因为大概我从申办成功之后就进来到台北市政府了。 整整花了大概7年的时间在做这个赛事,因为也负责了整体的规划面向,到最后的成果。 呃,傍晚的那一天其实还蛮轻松的,其实看着很多的事情的一个发展,其实还蛮,还蛮欣慰的,只是当中可能有一点小小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是像开封典礼的一些事情,其实在应变程序当中,我们也处理得非常得意。 那去年我们去了澳洲的SPAR Code,我们去参加了会议,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于台北的了解,或者说对于台湾的了解不是那么多。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办过世大运,所以有很多的国际单向协会也来跟我们来去做一个讨论合作,希望有一些赛事的人在台湾举办。 我想这就是我们成功办理非常大的一个收益啊。 那其实当中,因为我们是筹办,像我筹办了7年的时间,其实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其实在成功的背后其实付出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波罕从计划的一个女店,到一个测试,到真正的执行,其实非常的,真的非常的辛苦,需要很多的一些毅力跟执着。 那当时也大概筹筑了300个团队来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那真的,筹办赛事还是要跟大家报告,要牺牲非常多的事情,因为太多的时间会花费在筹办的事务。 就像在比赛期的那三个礼拜,我就只有回家一天了,其他都全部住在我们的应变中心。 那把事情所有完成,看到很好的结果。 其实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了,那也对国家的一个发展提升了很大的一个饗宴。 那其实说,施大运结束后,其实我们有再去思考说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检讨,就是说,因为我们第一次办那么大选的赛事。 那其实在当中,在筹办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我是核酋的国家代表队,那我去过很多地方。 那我也担任过女篮的教练,其实我最欠缺的应该就是筹办大选赛会经营。 那时候要进来组织里面做学习,反而变成去主导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跟市长,在跟科市长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赛后会有检讨,那其实对这一次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花了140多亿的预算,可是对城市的改造好像没有真的去做一个思考的模式。 就像其实在2011的深圳施大运,其实它,光施大运期间,它成立了大概800座的公园,282个公车的改善。 其实这就是对一个城市的一个改造影响。 那我们去了,在2013年的卡山施大运,那其实他们跟我们讲的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其实他们没有办施大运,他们这五年来的建设,可能他们要花二三十年才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建设。 其实大运期间是对城市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还是要看等级。 那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思维的就是,办赛事需要那么多的场地,那么多的资源,一个城市来讲,现在可能要负担所有的资源跟预算,可能没有办法那样子的付出。 所以,市长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却用区域治理跟共享资源的概念来去做筹办的事,就是寻求临近的城市啊,县市来去共同来去做一个举办。 可能在当中的资源付出跟资源共享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去寻求更高层级的赛事来去做一个政办了。 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回头去想一想,就是台湾真的是需要什么样的类型的赛事? 经济型的呢? 观光运动的呢? 还是全民运动的? 其实这个是有待后面的研究发展来去找到一个最适合台湾首要去侦办的一个赛事。 那接下来我就从申办重年运动会这一件事情来跟大家做一个食物上的一个分享。 那其实我们在申办赛事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赛会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从去年到了澳洲去跟他们谈完, 藉由体育署给我们的一个讯息说总会有意愿在台湾来去办这个赛事。 我们接收到这个讯息,我们也去想,这个赛事其实我们在一开始没有听过,说真的没有听过。 那也是我们藉由去澳洲去跟他们总会的执行长讨论之后才去了解这个赛事的一个内容。 那这很简单的跟大家去做一个赛事的基础的东西,包含选手他大概平均年年是51岁, 只要30岁以上都可以参加。 那我们这次大概规划了,你看竞赛种类非常多30的项目,很多的也是都是亚奥运的项目。 那场馆需求量不会比之前我刚刚所说的时代还要来的低,大概要84座的场馆。 那参赛的选手他来自大概110个国家,那包含的教练官员大概有高达3500人,那么的多。 那其实让我们看到比较吸引我们的是这个赛事它的属性跟规模。 那第二个就是这些从国外来参与者,大概有60%的选手都来自于国外。 那其实他们的消费能力也非常高,其实在这十几天的赛程当中大概有花了3500欧元,这是从总会的一个数据来看。 那每个人因为是观光属性,所以他可能还会带2.2个人,他的亲属或者是朋友一起来共享圣语像这样的一个赛事。 所以其实我们在评估这个赛事所带动的可能跟我们之前在做事大运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赛会模式。 走全民走终身走一个运动观光。 诶,或许这会对我们的城市做一个改造。 所以我们才去这样子的分析之后决定来去做一个后续的一个申办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我们在7月,7月的时候在108年的7月,我们跟市长去讨论了。 因为我们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持续都在做大型赛事的申办。 那我们报告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诶,那得到了市长的认同跟支持。 可是在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他希望我们跟新北市来做合作。 因为生活共同圈的概念。 那我们这两个城市大概场馆就可以包含了80%到90%的场地。 所以就是敬邀新北来共同来去做一个申办的动作。 那我们也获得体育署的支持。 在2月的时候完成了跟新北搭成一个共同申办的一个共识。 在年底的时候提交了我们申办的意向书。 那这就是我们大概申办这个赛事的一个缘由。 那双主办城市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两个政府同时要去办理一个赛事,包含了经费,包含了组织,包含了运作模式。 也可以说是一些政治的一些氛围都在里面。 所以其实两个城市形成共同组织,办理共同赛会。 跟之前的做法跟着是有点阶段不同。 就像两个市长。 两个市长要共同来去拍一支片,其实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那先简单讲一下,其实这个赛事在国际上的一个申办的一个程序。 其实它跟其他的士大运的模式是大同小异。 那因为这个赛事原本都是依附着奥运之后的下一年去举办的。 那因为其实在2024规划是法国巴黎。 在2025原本是要他们来去做一个举办四撞运的一个赛事。 可是巴黎是没有意愿的。 所以当时他们才主办单位才去寻求,寻求主办城市来去做一个申办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赛事才变成一个申办制。 所以他在提交申办文件之后,大概有四个城市来去做一个竞争。 法国的巴黎、新加坡跟澳洲,其实巴黎又回归了。 所以当中我们是一直在探讨这样的问题。 会不会是我们是一个陪客,只是在一个申办过程当中的一个角色。 那其实我们因为要申办这个赛事,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多项。 其实看起来法国、新加坡、澳洲都是属于是非常运动观光的城市。 其实在我们当时在做申办的时候,其实是有在思维说,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或许在观光层面上面没有他们来得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才会得到总会的青睐。 才有办法去争取像这样的赛事在台湾再去做一个举办。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一个目的是。 那其实总会在申办的程序当中,最主要的它有提供了我们一个申办的问卷。 那其实申办的问卷其实就是在针对主办国。 主办国它的一些内容,那要让委员去做一个了解。 等一下后续会有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包含入选程式的一个方式。 应该那时候是四选二。 那之后在最后会提交一个申办的文件里面包含非常多的面向。 那最后去决定一个主办程式。 那因为其实在很特别的是疫情的关系。 其实疫情的发生速度很快。 那一发生之后,其实这整个申办的程序有一点去做一个调整。 也稍微打乱了一点我们的步调。 因为从申办的简报,洽谈合约,还有一些讨论简报的一些回馈细节。 访识的确认是不是会来。 那到最后的决闲,本来要在总会那边做当面报告的。 全部都改为用视讯去做一个报告的一个作业。 那所以在我们在做申办程序上,还有一个工作事项上, 就会有很多的地方要去做一个修正。 那刚好就藉由这次的机会,在工作实物面上来去跟大家做这些细部的一个分享。 那其实我们在筹备工作,在申办的工作当中, 其实在申办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事情, 包含视觉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logo是我们第一个,第一个在申办的时候一开始在做的, 因为要代表我们所申办的一个愿景跟一个意向。 那什么样的logo可以去代表我们这个赛事跟我们的城市。 这个后面我也再去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slogan也是我们这赛事会的一个愿景。 其实这slogan的发展也非常花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几句话就要去代表赛事会的精神,也包含我们想要去侦办的一个vision。 那运动无界,人生无限。 其实这次总会来看到我们的这个slogan。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 那因为年龄的没有的界限。 那运动它是没有分界的。 所以完全去诠释到我们这次申办的一个意向。 那包含申办影片规划的一个制作。 那这个影片我们是要用在就是决选简报的时候来去做一个现场播放的。 因为有视觉。 因为这些委员其实我们有去查。 就在决选简报的时候大概有八个委员。 那其实八个委员当中就有一位来过台湾,其他七位全部没有。 所以我们就希望用一些影片的一些意向去提升它对城市的一个了解。 还有国家的一个发展一个状况。 运动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最主要的一个筹备工作。 那说这些的文的细节都会在我们的文件里面做一个呈现。 那其实这个照片其实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 其实都在讲的是两个城市的合作的一个困难度。 那其实在我们在规划当中, 其实看他们两个手叠在一起。 其实叠在一起, 我们谁要叠上面, 谁要叠下面。 光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处理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所以在申办过程当中, 其实这些小小的细微在我们现在筹办当中, 都是一个很重要要去突破的一个面向。 那第二个是申办工作的一个规划。 就是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申办问卷。 那申办文件其实在我们这一次在申办过程当中, 也是很成功取得主办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里面其实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实它包了六个大面向。 第一个是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特征。 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跟物流。 第三个是运动组织。 再来是财务跟营销。 接下来是医疗卫生服务。 最后是仪式跟文化活动。 那其实这几项是回归到我们用士大运的角度来去看。 士大运当时会申办成功, 其实在评分表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现有场馆非常多。 所以我们在硬体设施的分数其实比其他国家高了一点。 第二个是财务状况的稳定。 因为我们的财务来源都是由政府补助跟地方政府的资源, 还有自筹的款, 百分之十的自筹款去筹策。 所以他认为我们在财务上的运作是非常得意的。 那这也就是我们当时在申办士大运的时候的政治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经验来去复制到我们这一次在申办世界状怨运动会的过程当中。 在这几个部分我们特别去加强。 就在我们现有的场馆。 其实这次士状怨他不希望你去盖很多新的场地, 因为他希望用很少的经费来去办这么大型的活动。 那我们现在目前规划的84个场地, 大概百分之百全部都是现有场地。 所以这在我们在文件当中是特别去强调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财务的稳定性。 那其实我们有去在做申办过程当中, 都一直在分析对手, 就是其他申办国家的一个现况。 那其实据我们的了解状况就是, 在办这个市状怨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用成立基金会的方式, 或者是一个团体。 搭配政府的一些委员, 来去组成的一个, 算是一个像基金会的一个概念, 来去做一个申办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我们的优势就是, 我们用政府, 那用政府的角色, 用政府临边组织的角色, 来去筹组这个筹备组织, 其实在财务也好, 在工作属性也好, 在一个承诺保证的方式也好, 其实对总会来说都是大大加分的。 因为政府所说的话, 应该是不会做一个改变的。 那基金会可能会有财务状况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两个地方, 我们光申办文献, 总计我们写了大概12万字在里面, 去陈述很多的一个细节内容。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些申办筹备的工作当中, 赛会属性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我们在仪式跟文化旅游这一块,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用观光, 加结合体育来去从事这个赛事。 所以在旅游服务的规划, 我们也提出非常多的一些方案, 也包含了很多的免费观光导览的旅程, 我们都把它编在我们所有的计划里面。 那卫生医疗服务其实在当时, 其实也是我们刚好一个强项, 因为当时其实疫情在国际上的声望来说, 台湾都是被列为最优异的一个环境。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也去做一个强调。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做申办筹备工作, 在文件跟问卷里面要提出来的一些内容。 我这边再跟大家做一个, 我们在筹编这个内容的细节的一个分享。 那里面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 包含比如说大家来, 我们现在没有选手村, 大家要做饭店。 我们把所有北部六个县市, 所有的饭店它的容纳量, 比如两人房几间, 三人房几间, 我们全部调查过了。 那我们也去调查了, 就是在住宿率的部分。 因为赛事大概超过三万人的会来参与。 那这么大的量, 要在什么时间点来去做赛事时程的设定? 这个也是我们在考量住宿需求当中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我们定在五月是旅游, 算在台湾里面不加淡季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去负荷那么多的一个外来的一个参与者。 而且在价格方面也会比较好去做一个谈判。 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申办很基础的一个工作。 我想这在外面应该是没有办法了解像这些细微的一些工作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会议。 那因为在申办会议当中,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挑战。 就是怎么用视讯的方式来去呈现我们这个组织的一些运作模式, 跟我们对这个赛事的一个真的执着想要去争取的一个意向, 要呈现给总会来去做一个了解。 所以我们也希望像我们了解是其他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几个人。 有一台电脑就参与了视讯会议。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去特别的把会议室的环境把它架起来。 那也包含了追踪的摄影机。 谁发源就可以去找到是谁。 那很尊重这一个申办的一个程序。 其实看包含我们在这做规划的部分, 我们也做很多的视野。 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总会问什么问题。 那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其实在筹办团队里面, 申办团队里面, 不是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了解筹备的状况。 可能在月上头的主观, 他可能对大的面向有办法了解。 可是细微的部分可能就是没办法那么清楚。 那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其实我们在对总会, 从申办8月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内, 所有任何的动作, 我相信总会都在给我们打分数。 所以我们在所有的细节呈现上面, 在我规划过程当中, 希望它可以是最完美的一个呈现。 那包含我们这张照片的右边, 大概有四位同仁。 那所有的我们的文件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的模拟式答题大概提了大概40题左右。 那前面大家有看到一个萤幕前, 一个小的萤幕, 那就是我们如果总会有相关的问题, 我们相关的回复跟资料就在上面做一个呈现。 提供给在座上面的长官, 来去做一个了解跟回复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包含了每个人的桌上有一个平板, 那开群组, 就是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上面做一个联系。 其实我们做的过程是非常细微的, 那只是想要说再让总会了解到我们筹办的过程是很精密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去谈一下就是访试这件事情。 那因为访试过程其实在整个筹备过程当中是,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在斯大印的过程当中, 总会来访试非常多次, 而且看的非常的细腻, 包含了场地的规划, 包含了很多城市, 像交通之类的一些状况。 所以, 可是在疫情过程当中, 我们又没有办法知道, 有没有办法, 总会有没有办法来台湾。 而且当时的状况是, 国外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国内还好,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讨论这个疫情一个状况。 那总会其实有表示说, 他们是希望可以来到台湾。 那其实我们从这一点去分析, 就是他在疫情的过程当中, 他还想要来去克服这样的状况, 来我们这边做一个访试。 其实当时就是判断说, 我们其实成功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就藉由跟指挥中心做一个讨论。 那我们也很谢谢教育部体育署的资源。 那让我们去完成了这一件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那包含我们所有的疫情的计划书, 计划书的审视那天, 而且实际非常赶。 因为在9月多, 总会在跟我们确定, 他们确定要来。 那原本是两位委员要来, 结果因为一位委员就是感染疫情, 所以剩下一位。 那其实我们当时要他来的状况, 其实我们要接待的人, 其实心里也是有一点点的担心。 只是说还是持续的坚持着我们的一个理念, 想要去帮他争取成功。 所以就展开了这一次的访试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在访试过程当中, 其实最后的拟定是大概他来可以访试, 还是要居家检疫7天。 那我们在这件事情有跟总会来去做一个讨论。 所以这个都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可以认可的。 那第二个就是访试行人的安排。 那因为其实在跟国际上联系的时候, 会有时差上的问题, 所以其实又牵扯到刚好这一次的访试时程, 又牵扯到我们的10月10号的国庆年假。 那所以在这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非常的繁琐。 那包含在联系, 包含他的班级, 包含入境的一些相关规范, 因为在搭机前就要有三天前, 要去验一个阴性的证明报告。 那入境之后就要马上进到隔离的饭店, 隔离的饭店去做一个隔离。 那之后要出来方式, 还要再进行筛检。 那筛检的检验成阴性, 才可以再去做一个方式。 那离境前的前三天, 要再去做一个筛检。 所以我们当时在跟总会的执行长说, 你是目前台湾应该是最安全的人。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的小环节可以去购置成这次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那其实在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的筛检作业, 其实它是拒绝。 那可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国内的一些规范, 那其实我们也透过刚好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表达。 那它后面也是符合到我们的一个程序。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还蛮多可以去探讨的一个地方。 那这是我们访市的地点, 因为这次是双北一起办, 所以我们规划了非常多的一个地点, 包括数个场地跟六个景点。 那因为疫情的状况, 其实我们很多的地方的规划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那其实士林夜市的安排到后面是取消的, 因为人真的非常的多。 那相关很多的配套方案去拟定, 可是好像还是都没有办法达到基础。 所以我们当时是坐在车上让它看状况。 大概就是这边比较有点遗憾。 那其他的部分其实我们都是如期的, 让它可以去场地来去做一个, 做一个勘察跟状况的一个了解。 那所有的场馆我们也是尽可能的都是清空。 那有一些的场地, 因为当时还有营运,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规划特殊的路线, 让它来做一个仿制的一个作业。 这是我们当时住宿的跟筛检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当中也安排了一个拜会。 其实这次拜会我们包含了跟奥会, 包含了跟体育署, 包含了两个市长, 我来去跟那个拜会动作。 那这边我要特别的去讲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从10月1号就进来到离开大概15天。 那其实我也在防疫旅馆住了15天, 因为有规范就是不能让他离开饭店。 这是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示。 所以我15天是没回家的, 就是住在饭店。 大概晚上他回到房市回到饭店之后, 就在大厅做功课,做到凌晨。 因为我们两个人嘛, 有两个人负责在旅馆去做一个勘察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就是轮流, 也这样子待了十几天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过程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那接下来就是防疫的措施。 大概这边刚刚有一些流程, 提供给各位学员做一个参考。 那这是基本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因为其实当中,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不管任何的环节上面, 都是尽量是保持最安全的。 那也不希望因为这一次的仿视行程而造成, 不管是政府, 不管是大家的一个困扰。 所以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时时刻刻的来去做。 而且要跟大家去强调就是, 其实在我们的这些过程当中, 十天, 七天的仿视行程, 我们跑了大概每个路线, 我们去跑了大概一到两次的时间。 那把所有时间点, 流程, 下车点, 还有包含房市的时间, 包含人员的联系。 我们是真的人去跑了两次。 那有一些部分, 不加难, 我们还去做第三次。 因为包含要吃饭的地方, 所有地方我们去看。 那这张图是官方的拜会。 其实在官方拜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市长非常好玩。 其实在他直接第一句话, 就问说, 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取得主办权。 就问得很直接, 就请他直接跟我们讲。 那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让总会的执行长了解我们, 其实对这个赛事的一个重视。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排定官方拜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也包含奥会的代表, 也包含中央部会体育所的代表, 去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这是我们在里面当中谈到的。 那这个是, 我们去看一些户外场地。 因为我们知道他非常喜欢骑自行车, 所以我们也去租了自行车, 让他在疫情期间可以去骑。 像这个场地我们也骑了两次, 因为我们要搭配我们下一个行程, 我们也去跑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这个是在101, 那因为101的顶楼, 它是有开放当时,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是联络101, 让他在10点开馆, 我们8点就去。 那有接待人员, 其实他们因为, 因为这样子的执行长要来, 所以我们也提早了两个小时的一个作业。 好像就是尊荣的一个领域, 刚好让他来去看一下, 台北最重要的一个地标, 因为运动赛事的地标, 应该是我们数一数的一个景点。 那其实非常可惜, 本来要再带到顶楼去做一个skylight的一个体验。 可是当天真的是, 云非常多, 所以大家站在上面看不到下面的景色, 这是有一点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 那热情接待, 其实我们当时, 当时在饭店, 我们真的是他没有办法出去吃饭。 所以我们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带他, 我们当时真的像是福建大院, 我们要想吃什么, 就是使命必达, 然后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在申办成功的系列当中,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实当时其实在我们, 也是找了非常多的一个对赛会了解的人, 又有语言能力又好的人, 在当中来去做一个沟通很多事情, 一些比较内部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交流。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在这次行程里面, 特别要去跟大家去做分享的。 那所以, 最后来去跟大家讨论就是, 藉由上面这些申办的过程, 那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申办成功的一些想法。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21号我们决选, 决选报告。 那报告完, 因为那是委员制嘛。 那委员制的时候就是在隔天, 那应该是没有那么快。 本来原本是预估是一个礼拜, 会有消息出来。 可是在隔天的, 我们在凌晨的时候, 大概就接到指行长的一个, 先来一个信函, 恭喜我们申办成功。 那真的是非常开心。 后来在22号官网消息就出来了。 那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去反观, 就是反观去讨论就是, 里面当中相关成功的一些细节。 那也包含了就是社会属性, 其实赛会的一个属性, 其实它是没有涉及一些政治的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因为这个赛事来说, 其实它都是属于是运动观光属性的一个赛事。 那其实它是个人报名, 不像我们当时世界壮民, 士大运, 他是用国家队。 所以有当中很多一些奥会模式相关的一些, 就像国民国企的状况, 会在上面去做一个讨论。 那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政治议题就相对来的少。 所以可能在现况或国际现况的一个阻碍上面, 就相对来的一个低。 这是可能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是政府的支持跟经营费来源的稳定。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一直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个组织是政府为主的临边组织。 招募专业的人力来去筹筑我们的组织委员会。 那第二个就是经费来源, 我们说的很明白, 我们也会用地方政府的预算来去做编列。 那来去申请中央政府的一个补助预算, 来去让这个赛会的经费是得以在每年来去做一个执行的。 好像这一点应该在这一次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其实在法国巴黎是很多他们总会的委员支持。 所以当时大概就是我们跟巴黎内部才去做一个竞争。 因为这些是从执行长内部, 我们在跟他聊天过程当中去了解的。 其实他们的状况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两个城市在竞争。 那经费来源可能用基金会的方式来去做。 所以相对的他们的经费, 说真的就是一直提不出很明确的经费来源跟他们的经费的稳定的程度。 所以这是我们当中得到的一些讯息。 所以经费的稳定可能对总会来说,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事情。 所以这在我们这次申办过程当中应该是大大加分。 再来就是申办的规划跟文件完整的充实。 那其实我们在这次申办过程当中, 请教了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的人员。 那其实我们也拜访过了, 请欧贵的委员, 吴兴国先生。 其实他在看很多的申办文件, 其实他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思维, 就是其实他看过台湾所提供的申办的文件当中, 好像都不是那么的完整。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就特别去加强的这一块。 那在所有的细节上去把相关的一些, 我们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去把这个文件去做一个完整呈现。 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做决宣简报的时候, 其实委员有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问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委员是说, 其实你们的文件已经写得非常完整了。 其实他们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其实听到这句话, 其实对于我们筹办人员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为。 而且奠定了这一次很多问题要去回答, 要去解决, 要去处理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申办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再也就是现有场馆和环境设备的一个完善, 藉由仿式。 其实仿式成功的就是让他看到我们的城市。 那其实执行长来看, 他其实对于赛会, 比如说竞赛的环境或者鲑鱼饭或什么。 其实他不是那么的care在这个细节上面。 其实他去体会的就是说, 体验的就是城市给他的一个感觉。 那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安排过程当中, 其实包含了很多, 就像走到街道里面, 走到巷弄里面的一些地方, 民情的地方, 也包含了我们到野流去了。 也包含到, 因为两个城市半, 让他走山走水, 再一天就可以走这样的城市。 再来就是刚好遇到了一些小朋友的比赛, 一些像交通的一些状况。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避开一些会塞车的路线。 其实就是让他很真实去体会到我们的城市大概是什么。 那他也花了这些时间。 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评价就是, 他看到了市场运的举办。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空间已经想到, 那当时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这在我们这一次的申办过程当中也是大大加分。 那最后就是一个, 获得总会关键人员的知识信赖。 那其实这个组织来说, 其实执行长的爸爸就是会长。 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申办过程当中的一个, 他们组织的一个分析。 其实只要是在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可以支持我们, 我相信在委员会的一个评分上面, 我们就会拔的投手, 会取得这样子的一个主办权。 所以能让执行长来到台湾, 接受我们热情的款待, 还有一个相关完整的一个规划。 这次取得申办成功很重要的关键。 而且得到了, 曾经讲真正给我们的一个肯定。 那在这申办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去拍了一支的影片。 那影片当中, 其实可以刚好用影像, 让每个学员去了解到,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过程。 那影像记录在, 我们这个筹办规划里面当中, 其实在这一次的视装运当中, 很多的环节, 我们都是一项一项去做一个, 资料的一个记录。 这就是, 这是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刚好借了这个机会, 先提供给大家来去做一个, 做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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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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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看到的影片 其实在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的缓解 其实花了很多的心血 所以让这执行长 他其实非常的 愉悦在这当中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最后 最后其实我们要送鸡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 他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拥抱 这个拥抱其实的力道 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申办成功 所以我在认为说 在申办成功很重要的 就是其实取得 关键人物的一个支持 跟心脑 我觉得这也是这次成功 很重要的一个硬实 那所以大概以上就是 跟大家去做 申办过程的一个分享 那接下来就是要讲 简单的一个筹办的一个状况 那我就是 针对我们大概 现在目前申办成功到现阶段 还有就是大概我们 整个要筹办这个赛事的 一个想法的跟一个思维 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因为这个赛事其实 我们要先帮他做一个定位 就是赛事的品牌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那所以我们光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再去做一个构式 因为其实申办阶段跟筹办 应该是两件事情 那申办有他的vision在 那只是说我们怎么去 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再把它更清楚的 来去做一个定位 那其实我们今天有分三个一个想法 那第一个是亚运竹梦的一个基石 那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申办过程当中 我们总有一个想要 真的去追求的一个梦想 就是取得亚洲最高的一个赛事 在台湾做举办 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去执行 那这些当中去 我们去举办的 不管是史大运 不管是这样的廷道 不管是现在我们在筹办的 世界壮严运动会来说 都是我们怎么样去完成这个梦想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那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定人是第一项 我们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再去让我们的组织效能 可以更加的完善 因为刚好这一次又挑战了 跟不一样的组织 人才的培育 那其实在世大运 其实总共培育了大概超过了300多个专业的一个人力 那其实人力的运用 其实在 说坦白在国内 在国内运动产业的一些发展 好像没有像在国外那样的一个甚至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在举办赛事 国际赛事的部分当中 其实是相对来的综合性的赛会 那其实在单项还是非常多 那所以 人才的培育系在我们这一次 这一次是撞运 那今年我大概我招募了六位的专业人力进来 那也包含了 有四位就是在之前在世大运去做了四五年工作的人 他听到我们申办成功之后就想要回流 因为他觉得办赛事才是他们真正可以得到当中快乐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提供给各位学员去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其实在办赛会有他的一个价值辛苦 而且喜欢工作跟喜欢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很棒的 那还有再也就是我们要资讯转换透明 所以我们所有的相关的资料 全部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做一个呈现 就是我们先做第一个品牌 那第二个是长青运动的领头羊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跟日本很像 日本是明年就要办事状运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接齐 这就回到了台湾 其实我们两个城市很像的 都是走向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们怎么样刚刚好 其实这个赛事他平均年龄五十一岁 那又是很多年龄层从三十到一百都有 这些年龄层的人喜欢运动 我们怎么让他走出来 那因为其实在国内办了很多的单项赛事 很多像是既定要办的或者 国家级的 那或者是升学的赛事 其实在很多的 因为我们有三十二个项目 很多的种类其实他在分离没有办到的非常的广阔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赛事 把它当成一个指标性 四年后的一个比赛去推动这样子 让更多层级过族群的人可以走出来 那再来就是发展运动观光的产业 可以再往这边去做一个着手 那最后就是这个财务平衡的一个赛事 因为这个赛事我们是有报名被 那第二个就是一样是赞助 想要去找到更好的资源 那因为筹办的预算没有非常多 没有像世代人那么多 大概只是世代人的十分之一那么的多 那我们希望是可以借由更多的一些 让赛事成为可以让财务做平衡的一个 像一个目标去做一个着手 所以我们把这一次的赛事 我们执行的最主要的定位 我们把它定在这三个最主要的类别当中 希望我们在后面的筹办的一些事情 跟计划当中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发展 那接下来就是这是我们的愿景 那愿景要符合第一个是总会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就是办国际赛事 因为我们拿他们的品牌 拿IMGA的品牌 要跟我们的品牌做一个结合 可是不能忽略掉他们所赛会的一个 举办的一个终止 所以终身运动在我们这次赛会愿景 我们放成是第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 刚好去推展运动的价值 跟发展壮年运动的一个发展 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景 那接下来就是国际交流跟全民健康 那那么多的外国人来 我们怎么样去促进这样子的运动发展 跟国际人员进来的一个交流一个动作 进而去让全民朝健康的方向 推动高龄化的运动社会来去做一个发想 这是最主要我们赛会的一个愿景 那接下来要简单的去介绍 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跟各个学员介绍一下 重年运动会的基本的一些内容 其实它是四年举办一次的赛事 那平均年龄大概是51岁 刚刚有讲过 那他的参加的选手只要是30岁以上 都可以参加 所以这个赛事来说 它没有很多像之前要有代表队 或者是你要什么样的竞赛资格条件 你才可以参加 你只要年龄符合都可以来 这个是赛会很特别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希望 刚好借有这个机会 把这个讯息让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符合年龄的大家都可以来去报名 那最后边那个101101是 上一届的时候参加最高的年龄 那是一个阿嬷就对了 他是在跑田径的 那所以是说我们有时候去看到 像这样子的一个参与者 就代表这个运动会的一个价值 那我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去让这个赛会可以更加的完善 那接下来就介绍我们赛会的标语 在刚刚最早之前讲过 那我就再把它讲得更深入一点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logo 那其实大家看到这个logo 看起来 有没有像蝴蝶 它是一个 我们当时 当时因为运动赛会 这是属于是观光属性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 蝴蝶王国好像是我们很早之前的一个想法 就是国家给大家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们就是用蝴蝶来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发想 那其实当中也包含了就是像这几个颜色 这就是奥运五环的颜色 再来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很像一个台北的背 那其实我们这次也是双北 所以就是用双北去勾勒出蝴蝶的一个样态 来去展现出我们所要呈现的一个意象 那其实最重要的我们一个含义 去把它当成是一个蝴蝶结的一个概念 那因为这个赛事很特别 很多高年龄的选手会参加 那蝴蝶结就是代表一个尊重 尊重对手 尊重赛会的意思 其实我们就藉由这样子一个思维 去把这一个logo勾勒出来 那也在我们的文件当中去把这样的意象所呈现 那右边就是我们的楼梗 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次的竞赛规划 有包含了32个运动种类 19项的必办种类跟12项的选办 那还有一个示范的一个种类 那其实当中有非常多的赛事 是国内非常有很多人去参与的 就像铁人 铁人其实在国内有办很多分岭的一个比赛 像网球也是 其实我们后续会依据每个赛项 去走访到跟各个协会来讨论 去走访到全国各地 让潜在的一些运动员可以借由这个赛事来 来去设定为他所要一个中 中短程的一个指标赛会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训练 或者一个目标来去 对自己的成绩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运动给一个评分 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接下来是赛会的场馆 那场馆总共大概84个 跟我们之前士大运大概是70几个场馆当中还要来得多 因为我们的运动的种类是比较多的 那这大概就是场馆的分布给大家做一个了解 那这一次有去推到宜兰 因为我们那时候士大运做的就新竹 桃园 台北 新北 那这次多了宜兰 因为里面包含了梅花湖 还有安东西 安东西是我们要去做激流比赛的一个场地 那再就是东山河 我们用运动观光的角色来去设定场馆的一个设置 那接下来是赛会的组织 刚好提供给各个学员参考 大概我们依据了整个赛会要筹办的各个functional area 去设定了它的主别 那包含了四个大的领域跟13个工作部门 那里面有45个主别 那其实这一次跟之前的赛会有点比较不一样 像有一个旅游服务组 那因为这一次的选手 国外的选手通常会透过一些旅行社或官网去订饭店 那之后来做一个运动观光 跟运动比赛的结合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量是量能非常大的 所以组织的一个设置规划 会依据赛会的属性来去做一个明显的编制 那我们现在目前组织委员会成立的 就是最上头的 那包含了很多领域的一些首长都进来到这里面 来去担任里面的委员 来去做这个赛事最高指导权的一个决策 跟所有事件的一个控管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就是会有执行委员会跟执行长 来去做相关的一个工作的执行面上的一个执行 那目前我现在就在担任执行办公室的主任的角色 那所有应该是所有的控管 跟一些计划都会从这边出来 那后续再去做一个整体面向的一个管控跟一个进度的一个执行 那筹办经费的部分 其实在教育部体育署里面有对赛事 它有一个补助的一个规范在 那所以跟大家最近分享 大概这个赛事来说 可能可以取得大概最多可能40%的一个补助 那其他的部分由主办城市要去做一个负担 那里面其实包含了赞助资源 报名费跟今年品的一个销售 也可以称为是我们自首的一个部分 所以办一个赛事的经费 像这个经费来说 我们现在目前不知道大概十几亿的一个预算 大概在这个赛事的一个筹办过程当中 那最后可能要讲一下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赛事 今年度可能要去做一个 就是这个赛事怎么样让民众做一个知晓 因为其实市装运来说 跟市大运的等级有点差别 那所以其实在议题上 或者在新闻的露出上面 可能都相对来的薄弱 所以可能效果没有到那么的 好 所以我们去今年度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去怎么样让这个赛事品牌让大家知道 去做一个知晓度的一个宣传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利用像我图上的这个细节 做环境分析车链规划到规划的一个指定 那其实在分析过程当中 从城市的环境 民众的支持 还有赛会的活动平台跟赛会的资源 其实是我们在做这次规划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针对所有的主要的活动 去做一个到2025年 所有赛会相关的一个设置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能会朝国内国外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赛会宣传的一个table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今年度 其实在年底前我们会完成整个赛事的计划 那就是其实在赛会筹办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大概2021到2022年 那2022年之后就会开始来去做一个后面的 直接来去做一个执行面 在整个筹备过程当中才不会有点 走掉它原本该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最后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整个计划 跟怎么去控管这件事情的一个分享 那其实这张图其实是我大概筹办了 四大运六年的经验到现在所呈现的一个想法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其实我们在做这整个赛会的一个筹办的一个规划设计当中 其实分成四个很重要的院景目标计划跟资金 那院景刚刚有谈过了 我们朝的院景来去做一个最终的一个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 那其实我常常在跟我们同仁区 还有筹办的人员来去做一个分享 就是四大运他的院景其实是让这个赛事 提升国人的热情 提升竞技的水准 所以当中其实看到有产生很多人 购票入场排队的那个状况 那其实我们这个赛事坦白说 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不会有大家购票要进去看比赛 也不会有国家队的对抗 因为都是个人报 所以相对的来说 其实在我们想要去达到的是 如果在四年准备要比赛前 或者在四年前的阶段 都可以听到大家说 四年后有一个比赛你有没有准备要去参加 有我都有在练习 如果在十个人当中 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体会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这个成功了 那所以我在跟一些筹办人员在讨论里就是 其实我们这次要去做的是提升 运动环境的一个成长 还有运动风气的一个养成 让潜在高龄或者是中壮年的人 可以走出像这样子 他原本在运动的一个环境 因为这个赛事很特别 他报名他可以参加五个种类 你可以报篮球 可以报足球 可以报田径 只要你的赛程 你的体力可以负荷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这事情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 去走到基层推广的一个综合型赛事 这就是我们所设的愿景目标 那所以有了愿景 就有目标的一个策略方向 跟执行的一个策略 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在领点 那所以计划 计划怎么去做 其实赛事的需求 其实总会有给我们一个准则 可能包含开幕典礼 他的仪轨 要怎么去设定 可能谁可以讲话几分钟 哪一个场地 他可能需要多少的领域空间 看他有初步 他没有像 士大运或者其他更高层级赛事 定的那么的严谨 那可是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需求 比如说总会需要在赛会期间 有什么样的车辆 来去做一个基因 那赛会比较偏离的场馆 他可能要有接驳车 那这就是赛会需求 那我们就依据赛会需求 跟我们筹办的经验 今年就是要去把计划给捏定 那有master plan 有action plan 来去做相关的一些事情的执行跟控管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写计划的人当中 就会去体会到参与者的体验 那计划怎么去拟定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我们会用 各类型的人员的参与者的体验 就是客群管理的概念 来去做一个分享 就简单来说 下面有赛务场馆资讯资讯资源服务 实义住行鱼人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计划内容 去构想到的一个层面 就简单来说 一个观众 那观众他要来看比赛 要来参加 要来看他想要去参与的 或者参与去 他第一个接收到的应该就是 他怎么样去获得这个资讯 所以资讯可能就会透由媒体报道 官网公车的一些 它的一些宣传的布条 或者收音机 像种种这些事情 他才接收到的讯息 那这些就会变成在我们计划当中 去钻领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报道 我们在什么时间点要做报道 他才有办法接收到这个讯息 我的通路平台要怎么做 大概这个就是我们在拟定计划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他到了场馆 那场馆的指引动线 他有没有做 那他到了场馆 他可能要吃东西 他可能要上厕所 那里面的动线安排 有没有在一定的标准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思维 来去把我们的整个主体计划 来去做一个完善的一个编制 那最后就是执行跟分工的一个动作 那赤道院其实 会成功 其实跟市长的一个管理模式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其实在这边刚好最后 最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工作的执行跟计划的执行 才是赛会成功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那其实市政团队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头一样 那其实我们每个月之前 在时代每个月市长都是 直接盯着每个部门 要做任何事情的控管 只要有延误 他就非常的严厉的去要求 那所以其实在综合型赛事 又搭配到那么多的部门 其实要完成是一件很艰巨的一个工作 那所以提供像这样子 从今天的课程 从申办到筹办 那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让大家去了解一道 了解到筹办跟申办当中的一些细节 那其实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句话 就是运动不仅是场馆硬体的建设 更是城市创新改造的一个契机 那赛会不仅是运动团队的一个竞争 更是城市永续发展的一个进程 希望用这样子的 我们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思维 希望可以让运动赛会 不只带动城市发展 带动运动发展 更可以让每个参与的人员 得到最好的一个享受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所做的简报 好 那其实我们在筹备过程当中 像我们是最近大概6月 有招募的大概6个新进人员 那这次的世界壮年运动会期到2025年 我总共预计要招募60个 60个人员进来做筹备工作的一个执行 所以就要借由刚好志工招募志工的参与 让他进入到市装运 之后到2025开始做一个执行 那我们预计大概招募大概会达1万2千人 那因为在世大院大概是1万8左右 那因为赛会的规模等级 那这次的志工类别会跟之前是世大院有点不一样 因为之前的世大院当中 各代表团有Adashia就是我们可以借由Adashia 来去做代表团的一个联系 那因为这一次都是个个体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多语言能力的志工 那因为基础的语言能力跟专业的 其实因为110多个国家 所以他的小语系的国家非常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想要去借由跟一些大专院校 来去做可能二三年 二二年二三年 就会做一个课程的一个合作 到时候在赛会当中做一个执行 第二个我们就是会公开去做招募 那其实跟大家分享 我先分享志工 那志工的条件其实第一个 我觉得不见得是语言 第一个是热情 就是热忱 因为志工进来他所做的工作 其实说真的 他可能不会到真的主要执行的人 他可能会去做服务类型 比如说可能荣引区域管制的人 可能做一些文书处理 可能去做一个接待 或者可能做一个指引 那这些工作来说 其实不加单调一点 或者乏味 或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 可是其实在我们师大运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参与之后 其实参与是一种感受 我是希望说就是热忱是第一点 那其实说年龄对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差别 其实每个志工都有他所要的特质 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当时在士大运 有社会志工跟学生志工 那社会志工是不加年龄 有一些不加年龄比较高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想说 大学运动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那六七十岁的志工 以爷奶奶来考好吗 其实跟大家分享非常好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 在做一个场馆的区域管制 那个地方就是限制 他ABCD卡的人可以进来 其他都不行 如果在做管理的人是阿公阿妈 他就把你管得非常好 不行进去就是不行 那如果是学生志工 可能他可能就是可以 所以说其实志工当中 其实热情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基本对于 专项能力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服务志工 或者医疗志工 或者是行政的志工 那可能就是对赛会 要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我想这是志工 他基本的一个 可能需要的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就是筹备人力 那其实筹备人力 我们今年的六位同仁里面当中 就有经由赛会人才 出出来的学院 那其实我跟大家在讲的时候 我在面试的时候 时常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次面试 非常多人来 大概有四五十位要应征 那其实大家的履历写出来 都非常的 很多都非常的棒 那怎么样 借由在六分钟 就可以了解你这个人 其实你要去好好地展现 其实我们在看的是 一样是跟刚刚讲的 对赛会或者说工作的一个热情跟热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部分我都会说 其实我们来这边工作 我们可能要倒水 我们可能要写会议记录 我们可能要跑腿 我们要送公文 这些都有办法执行 那如果说都可以的话 我觉得就是符合第一个基本要求 那第二个是因为真的是国际赛事 所以基本的语言能力应该要具备的 所以如果说有兴趣要参加的学员 在语言跟基本能力上 可能要做多一点点的加强 那再来就是对赛会的初步的一个了解 那或许 或许有些人进来可能 像我们今年有两三位 可能他对赛事都不太清楚 可是他在行销方面就非常强 那所以其实就是加强自己的专业事项 因为其实在组织需要的人 不是全部都了解赛事 那可能有商品的 可能有交通 可能有文化活动 可能有硬体建设 任何都有 所以是鼓励学员 就是在你的专长方面去加强 在就是对于赛会的热情 大概就是这几个基本的条件 就可以符合我们想要进来的一个门槛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意见 或者要分享的 都可以传到我们的神官的网址的地方 谢谢今天大家听我的简报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